Amazon、微軟、Google、Meta 全部都搞軟體的 做硬體的、現在做手機的、做電動車都不好 那你要小心 你以為台廠所有人都做AI嗎 那會不會是一種對於台廠的警訊呢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塔古達倫秀 讓你投資一起被打擾 我是尤庭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台來賓 艾倫哥來到我們現場 好 好 很久沒見了 不過這一段時間沒見 台北股市也莫名其妙的站上2萬點 對對對 來到2萬點的操作邏輯 更加複雜 更具挑戰 所以今天冷不住要問你幾個問題 就是過往 整個大盤上漲的區間 中小型股表現通常不是特別亮麗 但是台股已經在2萬到1萬9千點 已經盤一陣子了 這段時間反而中小型股非常的活潑 加上當然有一點ETF的台教行情的味道 整個市場的投機氛圍開始有所發酵 所以我們今天要從宏觀聊到微觀 宏觀先聊整體的景氣概觀和大盤的點位 從中期邏輯來看 要看一下未來有什麼機會有一些族群輪動 最後要講一下微觀 到底940這件事情 我們接下來要如何看待一整桌的買盤力道 它在正式的上市以前 會有一段時間的一個購買成分股的區間 那有沒有可能形成資產價格的大股輪動 先提教一下艾文哥 整個大盤點位現在盤在1.9萬2萬點 要怎麼來做觀察 到底現在是選柴基電 給它壓住就好了 柴基電在回調嗎 還是說現在應該把資金放回到中小 賺取短期的價差波段 我們到底現在是一種打帶跑的心情 還是現在還是可以做價值投資的 好我覺得還都是以打帶跑為主 因為畢竟現在 當然不能說這就是一個歷史高點了 但確實現階段是一個現階段的高點 所以在現階段我會覺得說 你要去買譬如說價值型投資 跌的時候不買 那漲已經到800才來買 我會覺得比較可惜 對因為畢竟兩年前是有過 高點回落到三四百塊 你看1萬2千點 ETF發行都沒有人要買 2萬點大家好開心是不是 所以說中長期邏輯來看 你覺得目前整個台北股市 積極點位算是高的 不太適合進行價值投資 那如果是以打帶跑來做觀察的話 就是等一個行情資產輪動的機會 可是現在你要說有一個主題 好像也沒有一個主題 就是中小經過每天都很活潑 這種主題也太換速度太快 也會形成我們操作的複雜性 那如果是從主題來做觀察 你認為接下來台北股市 在各大產業當中 哪一些具有顯著輪動的機會存在 我們可以提前卡位 過去的AI股當然它是一個長期的方向 可是它是一個大主軸 它還是有很多不同的族群會產生輪動 那如果現在要找低機器 你會優先選擇哪一些 好我們這個資料是上禮拜四五的 好那這個我們幫大家準備三個 一個是觀光的飯店 然後一個是電線電 那最後是IC通路 對那這個觀光的飯店 其實在前一陣子 是有小幅的反彈過 對但是後續又開始去走空了 好那可以發現其實市場上對於這一個 畢竟它這個屬於傳產類 所以這個成交量或者說關注度 都不如以往來的高 因為以前有這一個疫情的復甦 所以大家觀光 相關飯店是大漲了一段 但是到現階段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們這兩張圖都是在季線之下 都是在季線之下 可是可以看到下方 這開始像飯店類 其實在底部都慢慢的出一點量 那我個人認為雖然現階段 還算是一個空方的趨勢 因為季線還沒站上 我們說的生命線 那如果在現階段 這個收盤價跟生命線 這麼近的位置上 當它去收盤價站上生命線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好好考慮說 它為什麼能夠去站回去季線這個位置 那後續能不能慢慢的去穩定發酵 成交量慢慢放出來 這兩個族群我覺得後續 可能還是有參考空間 尤其像7、8月是暑假 通常都反映在4、5、6月 對所以後續是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這個在台灣飯店業算是暴利 那一種觀光品質 那一種價格 那肯定就是大賺 沒錯 我們投資人也只能從這個方面 賺取更多的財富 台灣的飯店費用已經貴到 我們只能去日本 對不對 但是也可以觀察到 其實台北股現在 在種族群 在季線以下的族群 好像已經不是特別多了 沒錯 沒錯 你要能夠彎腰剪鑽石 地上也只剩下幾顆石頭 沒得選 所以這是一個第一個要件 那我們等於賭它有一個輪動空間 現在就在佈局暑假了 是 OK好 那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你看到過去我們講的 不管是重電 或者我們過去看到蔡政府時期 針對綠營能上相關的政策 其實都有引起新一波的政策輪動 520塊要來了 沒錯 那我們要如何觀察 這個能源政策 對於未來四年的影響 到底過去幾年 我還記得我人生買的第一檔股票 我記得是14年15年 那個時候剛上大學 叫做世紀鋼 好像才不到10塊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去對讀蔡政府 這個風電產業的一個推薦 買入 過了一整年都沒漲 但是你看現在幾塊 翻了10倍了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那個佈局的時候 這長期投資的邏輯跟短期 還是有一點空間存在 沒錯 那我們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是520 你覺得現在整個政策線 會不會重新聚焦到生計 或者我們看到的綠能 那第二件事情是 從技術角度來看的話 現在這個是不是燒在勢頭上的 反而有一些價差賺取的空間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到 最近的生計都沒有什麼討論空間 對比較少 畢竟AI這個頭才太大顆 對那AI講過來 就又是講到什麼 講到要設廠 要擴建 那擴建就又要幹嘛 又要電 所以變成是重電類 或者是說 甚至是那種2018-19年 那個前瞻計畫又拿出來講 對所以很多相關的東西 都在設廠 那設廠所以會有原物料 相關的去做上漲 那甚至是電類 大家也是 因為今年4月要調漲了 對那所以變成是說 我這一些基礎建設 能不能去發酵 那就是電線電纜 尤其是上禮拜同價 開始做了一波 非常大力的向上攻擊 所以像是什麼大山 或者什麼華泰 液泰等等 都開始做了一波小小的表現 我覺得沒有到很強 但是確實技術面上在做轉強 那你看看電線電纜的 這個整個行情上面 技術面上 其實它打了兩次季線 對它碰到季線就創高 所以如果想做一個中長線的投資 應該是中線就好了 大概三個月到六個月之間了 我個人認為都可以去抓季線 當作是一個買點 去做介入 那這邊你看整個指數類 也快要去過了新高 也快要去過新高再挑戰了 那在現階段 如果你不敢去追那種AI什麼齊鴻 長到七百六七百塊的 那這種剛剛去挑戰高點 如果能夠做突破 壓回是不是就可以找一個不錯的買點 極其又不高 對那這個是大家可以 其中心注意的一個族群 那再來是IC零組件同物商 其實在去年下半年 最強的就是其中一個族群就是它 不管是什麼這一個大連大 什麼文業 茂倫 或者是說什麼亞系等等 其實都是這個族群 但這一次它終於比較明確的 去跌破了三個小均線 三小均線 對MA5 MA10 MA20 那開始去往季線靠攏 開始去往季線靠攏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們剛剛前面什麼觀光飯店 是在往季線向上做墊高 但是這個是在向下季線走回落 所以能碰到季線 會不會跟突破季線 是一樣的道理 能夠去好好注意的 對這兩個族群 我也覺得後續是有發酵空間的 不過照你的邏輯來看 現在這個點位 其實已經不適合進入到全肢股了對不對 我覺得全肢股會輪動的也很快了 像是台積電接近800 那就換鴻海突然漲了2、30% 對可是鴻海最近創新高之後 今天又開始走回 今天禮拜二 又開始走回落 所以其實就連全肢股的輪動都很快 對那如果你是價值投資 當然買率不買紅 我覺得現階段是這樣 因為你買紅買上去 比較難去預防說你現階段是不是買在高點 對那如果有回落OK 那技術面型態沒改變 回測一下重點的支撐 這邊可以當做短線的買點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就是搶銀行 有搶到趕快跑 沒搶到要跑更快 沒有錯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看 台北股市畢竟還是同步聯動的 你看到台北股市就盤在萬九兩萬點 做一個顯著的上購 美國股市當然在過去幾個月也在創始高 可是美國股市我們過去都說 它是由科技七大巨頭來做支撐的 但現在如果我們觀察近三個月七大科技巨頭的表現 有兩大巨頭已經受不了先跑了 這很明顯是中期回調了吧 從蘋果的跌幅1成2 特色跌幅3成5 所以我們到最後會不會看到 其他股票也開始回調 最後剩下灰塌一支在漲 所以我不禁要好奇的是 我們從美國股市放道到宏觀角度而言 美股現在有沒有中期回調的風險存在 你看從去年10月漲到現在也快兩個季度了 你有看過即便在牛市 就一路上漲 連個正常的回調都沒出現過的牛市 我們要怎麼觀察 接下來台北股市有沒有可能 長情隨著來到4月 甚至接下來出現的五窮六角 我們要怎麼做一個中期的思考 因為這些是全資股 放道到中期做投資的角度而言 這些股票怎麼看 好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到 為什麼特斯拉這一次 這個是近三個月 換句話特斯拉是一個月跌10% 我們平均來講 對對對 所以重跌35% 那為什麼 主要是因為 這個一二月的營收是衰退的 然後也有說他們這個車賣不掉 或者是說像是中國這邊的車商也說 今年是進入電動車的紅海 所以變成是說競爭者越來越多 那特斯拉的優勢就越來越少 所以變成是 不能說他轉弱了 應該說回歸正常 因為人家一開始是最強的 可是中方這邊的電動車的廠商也越來越強 甚至有蓋過去的趨勢 所以在這邊特斯拉遇到一個問題是競爭者多 那他的毛利根本就是拉不上來 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人要買 所以變成是近期開始做一波明確的修正 那這邊到底能不能說 我回答反正漲那麼高我不買 我把資金移動到特斯拉 那我會覺得說 應該還是要回去看他的未來展望 跟他的營收到底有沒有持續的向上做表現 那回答有沒有 回答有對不對 回答就是每季都在越來越亮眼 可是特斯拉確實也越來越亮眼 不過是不一樣的亮眼 就是大家會覺得奇怪 好像真的是不是受到影響 也有人在說特斯拉是不是其實已經 要把重心轉到這個低軌衛星這邊 還是說要開始做一些他那個 不是有人騙什麼人體驚腦那個 還有Optimus 機器人 多久超級電腦 對對對 有些人會把特斯拉的估值 已經放大到未來的AI想像空間 對於蘋果也變成Vision Pro 已經不是手機了這樣 所以就變成是說 他後續 因為我記得是不是有 他有成功做人工的植入晶片 對對對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電動車可能就擺在這兒 開始去往那一塊去做發展 對這個是其中一有市場上有在討論的 所以如果我們回歸以業績來講的話 那我會覺得 我還是會以輝達為主 對有賺錢的為主 對艾文哥是標準的打帶跑 沒錯 不持久的男人 我最喜歡 那等於是說 我們現在還是追求強者很強 那我不僅要好奇一個問題 對於台北股市來看 它是不是一種理由 因為你想想看 這幾支科技股當中 除了輝達因為跟AI有關 他做硬體的表現不錯 你看做Amazon 微軟 Google Meta 全部都搞軟體的 對 做硬體的 現在做手機的 做電動車都不好 那你要小心 你以為台廠所有人都做AI嗎 那會不會是一種 對於台廠的警訊 就是我們雖然看到AI好 可是不是所有電子零組件都是AI 也有做PC的 也有做手機的 按照他們的股價 感覺訂單不會這麼快歸來 那台北股市 會不會有一些部分電子零組件 有這種味道 它反而可能會適度的反應 其實手機需求 PC需求 沒有想像中來的量力 好其實我們講到這個就可以發現 其實特斯拉最近的電動車廠 台廠其實都沒什麼表現 對 對反而什麼很強 車用零組件 對像什麼東洋梗鼎 什麼今天地寶怎麼樣 那為什麼 因為現在都是 車室大家可能電動車買的不多 甚至是平均車用的年齡是拉長的 拉到我記得是12年還是多少 對那就變成什麼 大家會一直換零件 那AM大廠像東洋 美國這邊基本上都是直接受惠的 所以東洋也是從可能兩年前的四五十塊 現在已經破百塊 破100已經三位數了 所以在這邊 那電動車沒有辦法去做留意 可是車零件反而是因為這樣子 有一些受惠的狀態 對那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是說 好啊那如果相關的 譬如說特斯拉概念股 我就先不去碰 譬如說什麼這一個滑幅等等的 對可是車零件是可以持續去看 那裡面的背後原因 大家可以在自己去多做的摸索 ok 等於是說當中還是會有些輪動 那不禁要問一個問題 好這些科技股 以前我們講說台灣的全職股 有些雖然體量大 那可能前景也沒那麼亮 但是這些是七大科技股 體量夠大 它的確有那種價值投資的空間存在 蘋果和特斯拉今年其實跌幅算是蠻重的 因為你不能用單純的跌幅 你要看它今年大盤已經漲多少了 跌成這個鬼樣子 從蘋果和特斯拉的邏輯 現在已經達到價值投資的要件了嗎 是如果以蘋果來講 其實我們看到 這技術線上 它其實已經跌回到前一波的奇漲點了 對那前一波奇漲點已經到了 所以以左側交易而言 既然你認為這間公司 它是不可能倒的 它是一定會賺錢的 它也沒辦法倒 那當然股價越便宜 對於來說是一個幸福的事情嘛 所以以左側交易而言 已經來到一個相對低點的位置了 我這邊當然是可以去做價值投資的佈局的 可是如果以右側交易而言 像我就是右側交易 那這邊我會覺得是什麼 你把這一個途中的下降趨勢線 綠色的這條線 因為它一路就是跟著這條線 向下去走回落 所以要破壞掉這一個慣性 OK啊我收盤加油 去把這個下降趨勢線做突破 我才會考慮要不要去做佈局 對所以如果是 就是大家先認清自己是左側還是右側 然後再去想說現階段的位階 我應該不該做去把資金做投入 其實大家還在用蘋果手機啦 你會發現很有趣喔 因為前幾年喔 我那個時候就觀察到說 其實全球的手機市場 應該已經飽和很多年了 有7年到8年了 但蘋果的營收為什麼還在創始高 就是用蘋果的 實現和年限應該也在變長當中 那為什麼換機潮還是有呢 後來我發現喔 其實它的整體每年的換機潮 體量已經沒有創高了 可是營收還在創高 為什麼呢 因為市場原本 像我是基本款 對 i15 基本款喔 過去是市場上最重要的營收來源 但現在發現 Pro和Pro Max 賣得好 所以就算手機的數量沒有創高 單價拉高 營收一樣創高 你像艾倫也是iPhone嘛 對 我記得它是Pro Max 我基本款 上次看到我在用基本款 這是什麼手機 有頻率差距 你懂不懂 所以大家現在都喜歡用Pro Max 單價在拉高 好 那另外一個 蘋果說價值投資有它的要件 這個疊三乘五的 是不是更具有價值投資空間 當然如果以這樣的角度來講 當然更具空間 對 你看它前面低點 都已經快接近了 跟蘋果一樣 都很類似 都是來到起漲點附近 對 可是 一樣 左色交易這邊 你認為特斯拉有沒有信仰 有沒有特斯拉的信仰 有沒有覺得它 以前有現在不知道 現在不確定 對 那馬斯克對不對 對馬斯克有沒有信仰 還是說你想要對馬斯克其他事業 有其他的信仰 對看人還是看事業 當然以左色交易來講 特斯拉這邊也來操了一個 不錯的 甜甜的價位 對 可是一樣以右側交易而言 我會覺得上面那個小小的紅線 去把這個平台 它原本是支撐區 可是跌破就轉壓力區了 看能不能先把這個壓力區站回來 我再來考慮右側交易要不要去做介入 OK 也聽我投資朋友做一些參考 好那最後我們要聊一下 接下來台北股市的駐紂 940 ETF大軍來了 其實你看這幾千 投資買賣超過就是138億單日買賣超過 傳說高了 誰買的 939 那我們要知道 這940的體量是939的好幾倍 1700億下禮拜開賣 好那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這當然有很多人 你像艾倫肯定是老司機的 搞不好手上一堆940的持股 整個要出脫對不對 大戶像你這種 現在手上貨很多的 下禮拜到了之後 有沒有可能導致成分股重跌 那第二點 可是1700億那個體量蠻大的 你覺得你到得過這個940 1700億的體量嗎 所以第一個是 這些成分股該怎麼做 第二個是問一下940 申購的人數非常多 那我們要如何看待 940如果掛牌以後 如果當下由於台北股市 你看到這緊急高點 破發了 我沒上車的我可以上車嗎 那個時候來不及申購 可以上車嗎 結果都是負責 好我覺得940啊 他因為939昨天開始買 對所以你看投信 單日就買超100多億 對那也是為什麼指數 其實可以去做一個 昨天其實做拉抬 漲了200點 外資跑了 對但是外資其實還好 對可是在現階段 能不能去注意一些成分股 那你真的每一個成分股 要好好去做研究 不是他這個占比成分越高 他就一定越會怎麼樣 長榮 這就是長榮 對長榮為什麼在前幾天做了兩根大跌 那因為他這次配型配酸 因為你倒貨啦 沒有長榮很貴買不起 對因為長榮這一次只配了幾% 以當時的殖利率算起來5%多 但是去年幾%45% 那他為什麼會選擇把它納入成分股 這就是一個 因為他們是條件列出來 所以為什麼長榮一堆什麼高股息都用 因為他去年真的配太好了 原本以為今年也配得不錯 對 然後比較尷尬的是 因為長榮這種股票就是景氣循環股 對那也是2、30年難得一遇 像2020年那樣的狀況 這樣的邏輯 那他可能現在是第一大成分股 再過幾個月他就 沒錯因為5、6月就要換成分股了 對所以會不會 變這麼快的 對所以會不會5、6月之後 這個940裡面的長榮 要嘛被砍掉 要嘛比重下降 這樣的邏輯喔 因為940那個1700億也不是說跑就跑的 對 就每一次他換成分股 大家都有一股可以抬轎的空間 沒錯 真有意思 好繼續講 對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這一次前面其實只有大漲 大概180塊 誰在到貨 外資每天賣 對 每天賣 那這一次剛好大家受不了了 所以跟著一起到貨 對那跟著一起到貨 後面這個009至0開始做介入的時候 你覺得長榮會不會還是有賣盤的空間上漲 我相信一定有 對我相信一定有 可是你要去注意的是我們接下來 今年已經說了嘛 這個相關的貨櫃其實今年是不看好的 然後這就回到基本面的問題了嘛 所以會不會 開始今年還有配5% 那明年會不會甚至2%3% 當然可能不會這麼誇張啦 我的意思是 可能會不會反映今年的營收 真的沒有這麼亮眼的時候 那長榮到時候真的還能注意嗎 這一點大家一定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所以不同個股其實操作邏輯又不太一樣 沒錯 沒錯沒錯 可是像裡面940還是有一個很不錯叫群光嘛 對那群光其實在這一陣子穩定的上漲 他也沒有在前一陣子什麼新浦漢唐 這個長榮跌停板的時候跟著去跌停 他還是維持著一個多方趨勢 所以你能不能去了解他群光背後 今年的展望是怎麼樣 那就是穩定做回升嘛 對所以在 想要去買成分股的時候 不要說這個都有資金買 我就應該跟著一起去買這個成分股 應該要去了解說如果我在現階段做介入 那我技術面上能不能有穩定的一個多頭的形態 或者說真的開始出現量價奇洋的狀態 我覺得才去做這個成分股 那有趣囉 那如果是已經購買這檔940的投資人 如果在當天我遇到顯著的溢價 市場買盤進來我要不要先出脫 那第二個是我沒買到的 我可不可以等他掛牌等破發之後來做買進 現在持有的和沒有的應該分別怎麼操作 好這個就其實很多人這一次為什麼要一直all in 因為他就是賭說940一跳上來 可能直接站當 有人說站到11塊 但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漲一層嘛 對 漲一層你就全部持股要漲停板 那怎麼可能 對 可是有沒有可能說我漲個0.2塊 我漲個這個2%3% 我就把原本買的我全部出廠 因為我申購不用手續費嘛 我只要賣出要手續費嘛 所以我等於多省了一筆錢 然後又直接賺這個價差出廠 這個想法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但重點是你講的準嘛 這是一個重點嘛 對嘛 人家說低買高賣 低買高賣 大家都知道低買高賣 但為什麼賺錢就是那兩層 對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 你應該去思考說 對 你想的都很好 但真的會這樣發生嗎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如果你是 我就是不想申購 因為大家好恐怖 但是我就是在等 你回落的時候 我還是願意做買進 那這個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破發價願不願意做買進 因為破發是不配息的嘛 對 那等於是說 你破發就是為了減便宜 它賭它後續會上漲 對吧 只能這樣子配 因為你8塊它還是不配息啊 所以只剩下價差可以去操作 那這邊你就要去想 那現階段台灣股市有可能讓它破發嗎 就跟它漲停板是一樣的道理 有可能拉漲停或者是說 它直接拉跌停嗎 因為拉跌停就是9塊嘛 對 有可能是這樣子嘛 這一點我覺得機率也偏小 對 所以到底該怎麼做 我會覺得不要all in就對了 因為我看到一堆人在那邊什麼房貸信貸 全部帶出來all in 但ETF它的重點是什麼 它的重點是 你不懂投資 或者是你沒時間投資 但是我想要讓我資產做穩定的成長 那ETF就是所謂的低波動 低波動慢慢的體現在 譬如說台灣股市持續向上走 那我當然股價也會跟著向上走 所以我是買整個台灣股市 有做穩定的發展 對 那既然是以這個為前提之下 你就應該要知道它的重點是什麼 要時間要拉很長 對 時間要拉很長 那尤其現階段 大家都把ETF覺得好像是這種穩賺不賠的這種想法 我會覺得長時間 當然它倒的機率低啦 對 尤其資金這麼大 這個倒真的自救會就真的成立了 可是如果是ETF 你當然是拉長時間去做投資 所以應該怎麼做 要定期定額嘛 或者說定期不定額 甚至不定期不定額都可以 也就是說你應該要固定時間去把你的資金投入這個市場 而不是在一個價位 然後把你的資金全部押進去了 當然押進去如果上漲那你很開心嘛 可是如果剛好下跌呢 那你又不懂股市 你撐得住下跌的這段時間後 再去做回漲嗎 撐不住的話 那當然嘛我們不要這麼急嘛 就錢慢慢的丟進去 它可以買 但不應該你去信貸 或者是房貸all in嘛 所以其實講了很多 等於就是說這檔ETF 您個人認為 它的指數成分邏輯 其實沒有太大問題 沒有錯 它的問題在於現在發行的價位 剛好是台北股市2萬點的問題 是 它等於是取決於接下來 股價大盤的一個變動 沒錯 所以它也說明的很明顯 就是說我個人認為 因為現在檢視訊號燈好像才綠燈 你要說現在是史詩級泡沫也不算 但也不是歷史低點 所以基本上還有一段路要走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接下來還有941 還有942 950 960的風險 遠遠比940來得高 是不是這樣說 可以這樣子去說 之前有機器配 月月配 對不對 週週配 天天配的風險 遠遠比月配來得高 可不可以這樣講 其實我就覺得 不是最後一棒嘛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到什麼 天天配或週週配 對啊 實時配啊 秒秒配 每一秒都愛配息 開盤就配息 OK 對啊 我覺得這個 因為台灣人真的很愛領配息 對 因為我可以理解 因為大家就是一段時間進來 有錢可以用 對 可是如果你真的還年輕 我會勸大家 其實把多一點點的資金拿來做 市值型的ETF 對 跟著整個世界做成長的 你的資本也會做成長 當然這個累積財富的速度會比較快 不過我們其實講了很多 整個ETF 在行情當中 它本身就是一種 個股風險分散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投資商品 沒錯 本質是好的 但是一檔ETF 到底是賺錢和賠錢 有時候跟它的成分指數的邏輯 跟它本身個股風險分散的要件 沒有特別的大 真正的關鍵點 在於你在什麼時候的價位來做買入 你在萬惡所買進的ETF 即便是買中國市值發行的ETF 可能到現在都是賺錢的 但你在2萬點買的台股ETF 可能價錢賺取的空間就沒這麼大了 但事實也證明 這說明基本上折時投資還是非常重要的 要選擇在對的時機 那要如何選擇呢 當然要持續追蹤一下 艾倫哥的LINE AT YouTube頻道 臉書和IG 那平時艾倫哥也會分享很多他的帥照 不是他的宏觀資訊 以及一些微觀操作 在不同的平台當中 也提供投資朋友做一些參考和留意 當然最後請教一下艾倫哥 就是說我們現在行情已經走到 整個3月份中旬了 接下來4月5月6月 你個人的操作 以及現金的資金步調為何 因為這個水位你要說真的很極端泡沫也不算 也不算特別便宜 那我當然想打帶泡 可是打帶泡資金量太少 它會影響到我資產的投資績效 你看看 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喜歡那個相對報酬 一檔股票沒有賺4成5成就要賺 為什麼 因為我手上只有20萬 根本不多 那你當然要爆賺 可是我現在手上如果有個1000萬 2000萬 或者像你身家1、2億 沒有 我才剛要講你 你要講我就不讓你有機會 資金量比較大的 我們現在問一下 我的資金水位 投入到現在股票的比例 到底應該要多少 好 因為有時候 我如果有一兩億 那我投資1GF 每年的報酬也是盆滿撥滿 那現在這個點位 我到底應該用什麼樣的現金水位來投入 好現階段 大家還是要記得 有時候那個市場 他會去用季去做計算 月或者是季 那既然第一季要走完了 3月也要走完了 對那就我所知道的 是國外的基金會買到3月底左右 對 所以在這一波行情 4月開始會不會出現顯著的整理 但是我覺得整理的空間一定不會太大 可能緊繃 我覺得今年最緊繃就是萬6000 今年最緊繃 那其實從萬6000下來也是4000點 那很多 對可是應該不會到 對對對 我是覺得會有整理休息的空間 但不會到說像這種去年 崩了6000點這麼比較恐怖的行情 對所以在現階段 漲多了 那開始進入新的一季的時候 當然個股的基本面一定要去看 能不能持續做成長 可是以資金水位而言 我會覺得可以稍微去做 回調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今年的第四季 應該還是會跟去年第四季一樣 非常亮眼 所以你是說今年二季度很有可能會有讓你大買的時機 所以呢 你慢慢的可以開始把現金水位慢慢的調高了 對但我覺得中間一定還是很多個股有表現 對可能指數會休息 但我相信還是會有亮眼的族群出來撐旁面 不像什麼前幾年那樣子 就是大家都一起死這種感覺 所以有亮能還是可以玩 沒錯 那就取決於大家的風險承受能力了 也請問多做一些參考和留言 如果喜歡頻道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期台股達人秀再相見 感謝艾倫哥 感謝各位